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这节课 在这节课开始,我们首先对上节课给大家布置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做一个解答 第一个我们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Y等Orange的时候 Break跳出了之后,Orange,Bananda和Graph都没有了 它都不会显示出来 但是1,2,3还是会打印出来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这里是有两个嵌套的一个循环 它并不是一个方循环 我们用这个Break跳出的是内部的一个循环 内部的循环跳出了之后,外部的循环还在执行 所以说你第一个列表的循环结束了之后 并不影响第二个圆主的循环 所以说它依然会打出1,2,3 但是第一个列表里面,从Orange之后 Bananda和Graph都不被打印了 因为它们的循环已经跳出了 这样的错误是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多维度的循环的时候 非常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然后接着我们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For循环里面有这样一个Break 但是最后一样执行这样一个L的语句 这个原因在于我们的这个Break跳出的是里面的这个循环 但是和这个L配对的是外面的这个循环 所以说跳出里面的循环并没有跳出最外层的这个循环 所以说这个L依然会执行 我们可以在外边加一个Break之后看一下 我们这样判断一下 Ease 如果这样的一个Bananda 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X里面 我们就Break 里面的这个我们先保留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都没有打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当X取值是第一个列表的时候 这个判断的表达式的结果是真的 Bananda确实是在当前的X里面的 所以说直接就跳出了这个循环了 跳出了循环之后 L当然是不可能执行的 好 我们关于这个思考题的解答 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好 我们把这个给翻过去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C3.py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我们刚刚强调的是 Python里面的这个Fall循环 它的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买便利 这样的一个列表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有其他的语言的一些编程基础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其他语言里面的这样的一个for i等于0 然后呢 i 加加 i等于0 比如说呢 i小于这样的一个词 i加加 这样的一个循环 在Python里面如何表示呢 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里面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for音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for音 对异于Python里面的这个for音呢 其他语言里面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for音器去的 在其他语言里面呢 for音器呢 是用来便利某一个可以迭代的对象 但是呢 对于它普通的for循环来说的话呢 它呢 是用作技术的 比如说呢 我要求一段代码重复十次 怎么做呢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for循环 i跟0 i小于10 i加加 那么在Path里面 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重复 指定次数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我想让一段代码重复十次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啊 用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一个方法 1 2 3 4 5 方向等等 一直定义十个元素 然后呢 再用这个for音啊 执行的结果自然是下面的这个语句块呢 被迭代执行了十次 但是呢 Python提供了一个更加简洁的方法 基础语法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for音 我们看一下 好 如果啊 我想让一段代码呢 执行十次的话 可以啊 用这样的一个for xe Rouncing 0,20 好 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反辆式的一个执行结果啊 没有这样的一个括号啊 我们在这个里面啊 Print一个 X S C3 点Py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从0开始 一直打1到9 刚好呢 是执行了十次 Python里面的这个Rouncing函数 非常好用的啊 它可以按照我们所指定的规则 来生成一个序列 比如说呢 这里呢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 从0到数字9的一个啊 总共十个元素的序列 供我们的这个for循环来使用 好 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学 在Python里面找这样的一个 其他的这样一个I 然后I小于某一个条件 I加加这样的一个循环 在Python里是找不到的 但是呢 Python给出了一个 更优秀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开始写Python的时候啊 也特别不喜欢 但是最后慢慢写着写着 哎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 还真的是比这样的一个传统语 比如说传统语言吧 其他大多数语言啊 它的这样一个用I这个变量来控制呢 要好很多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range函数啊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啊 很多同学呢 第一次使用rand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误判 他会认为呢 这个0多号10呢 表示的是11个元素 其实呢 它只有10个元素 它只会表示0到9 并不会表示0到10啊 好 那么这个括号里面的 第一个元素0呢 确实是表示的是起始的数字 但是呢 第二个元素10呢 并不是表示的是终止数字 而是表示的是一个偏移量 也就是说 从0开始 总共要有多少个数字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我们看一下如何解决啊 假如说我现在不希望这个range 生成的序列呢 是这样一个连续的数字啊 希望呢 它有一个间隔 怎么办呢 好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 想生成这样一个02468 这样一个序列啊 它呢 是以二维固成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呢 在这个range函数的参数里面啊 再加上一个数字啊 012 好 然后呢 运行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02468 按照我们所设定的固常 把这个数字呢 给打印出来了 好 所以说呢 这个第三个参数 就是这样的一个固常 间银行的减转的参数啊 间银行的减转的参数啊 好我们现在呢 对这个print函数呢 做一些改动啊 好我们在x后面呢 加上一个end 然后呢 我们加上一个 竖线的字笔券 好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将让x呢 以行的方式打印出来 并且呢 每一个x 这个值之间呢 是用这样一个竖线分隔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到 02468 好 那么02468呢 我们在数学上面呢 是可以叫做一个等差数列的 而且呢 它呢 是024 这是一个递增的等差数列 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打印一个递减的等差数列 怎么办 我们要实现递减的等差数列呢 同样可以用这样的一个range来实现啊 那么啊 实现递减的方式就是 runge的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呢 是要大于第二个参数的 我们现在呢 是第一个是小于第二个参数的啊 所以说我们把它给颠倒一下啊 我们第一个参数呢 是10 第二个参数呢 是0 好 那么此时呢 第三个参数啊 大家注意听 它呢 可以是一个复数啊 好 此时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结果 看一下啊 很方大一点 18 6 12 形成了一个递减的等差数列 我们的这个range函数 是非常的强大的 大家一定要在 生成这样的一个序列的时候呢 善于用range函数来实现 好 那么课程的最后呢 还是给大家布置一个小小的 for循环的一个练习题 我们呢 再新建一个文件 c4.py 我们首先呢 定义一个序列啊 123456 好 那么啊 这六个数字的序列呢 只是一个举例 它呢 还有可能是七八九十啊 等等啊 现场的一个序列 好 那么在课程的最后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啊 小小的练习题 好 我们呢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文件 我这个文件呢 上面呢 定义了一个变量a 然后呢 它的这个曲子呢 是一个列表 然后呢 是数字从一到八啊 那么我要说的是呢 这个序列呢 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无限长的 那么我现在的要求是 打印出a 这个列表里面 相间隔的元素出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对于这个列表a的话呢 你啊 能够打印出元素 1 3 5 7 来吧 你呢 可以用任意的方法来实现啊 好 那么我们下期课再见